欢迎观看电子访问验证介绍视频 简要了解电子服务网站和IHSS电话公时系统 如果在使用电子服务网站或IHSS电话公时单系统时需要一般性的帮助 请联系IHSS服务台 电话号码是866-376-7066 如果想访问电子服务网站 请浏览www.etimesheets.ihss.ca.gov 如果想访问IHSS电话公时单系统 请致电833-DIAL-EVV或833-342-5388 电子访问验证简称EVV 它是联邦法律的一项规定 要求以电子方式记录与所提供的IHSS和或WPCS服务有关的某些信息 看护人和受看护人都必须以电子方式提交或批准公时单 EVV取代IHSS和WPCS看护人及受看护人的止公时单 在使用EVV提交公时单时 除了工作时间之外 看护人还需要输入三种新的数据 看护人仍然需要在公时单上输入工作小时数和工作分钟数 工作小时数和工作分钟数与看护人目前在公时单上输入和申报的数据相同 不因为实施EVV而有变化 为了遵守联邦法律的规定 EVV补充信息要求输入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和位置 开始时间 这是看护人当天为受看护人提供服务的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这是看护人当天为受看护人提供服务的结束时间 以及 位置 不使用GPS跟踪看护人的位置 为了遵守联邦法律的规定 看护人需要选择提供服务的位置 可供选择的位置包括 家里 社区 或两者皆有 家里 服务在受看护人的家里提供 社区 服务在受看护人的家外提供 两者皆有 该工作日 既在受看护人的家里提供服务 又在社区 为该受看护人提供服务 下面是关于EVV的一些重要事实 EVV不改变提供服务的方式 EVV不改变受看护人获得服务的小时数 看护人的工资按总工作时间计算 而不是按开始时间到结束时间的时间计算 由于工资单的提交和批准流程 是以电子方式完成 因此 看护人获得付款的速度更快 以及 和现在一样 受看护人将在每个复星期结束时审阅工资单 这意味着什么? 看护人和受看护人 必须使用以下一种方式提交或批准工资单 第一种方式是使用电子服务网站 ESP网上提交或批准 ESP支持任何联网设备 包括笔记型电脑 桌面型电脑 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 您可以用电子方式提交或批准IHSS或WPCS供需单 看护人可以访问ESP输入供需 提交供需单 以及查看付款或供需单的状态 受看护人可以访问ESP审阅及批准 或拒绝看护人提交的供需单 第二种方式是用电话在IHSS电话供需单系统TTS中提交或批准 如果您不能上网或者不想使用网站 则可以使用TTS系统 它是一个自动电话系统 允许您用座机或手机提交或批准IHSS或WPCS供需单 看护人可以致电TTS系统输入供需 提交供需单 以及查看付款或供需单的状态 受看护人将接到TTS系统的来电 也可以打电话给该系统 以审阅及批准或拒绝看护人提交的供需单 无论受看护人是使用ESP还是TTS系统批准其供需单 看护人都可以注册和使用ESP或TTS系统 例如 看护人假RUN 为受看护人假Audrey工作 即使Audrey选择用家里的座机电话在TTS系统上批准RUN的供需单 RUN可以使用笔记型电脑在ESP上提交供需单 也可以使用手机在TTS系统中提交供需单 无论看护人是使用ESP还是TTS系统提交其供需单 受看护人都可以注册和使用ESP或TTS系统 例如 受看护人以Judy 获得看护人以Niko提供的服务 即使Niko选择使用平板电脑在ESP上提交供需单 Judy可以使用电脑在ESP上批准Niko的供需单 也可以使用家里的座机电话在TTS系统中批准供需单 看护人和受看护人可以同时注册和使用ESP和TTS系统 看护人可以用一种方法输入供需 然后第二天又换一种方法输入供需 他们的供需也会保存 供需保存之后 两个系统都会自动更新输入的供需 例如 看护人在星期一使用ESP申报八个小时的供需 第二天 也就是星期二 使用TTS系统申报七个小时的供需 由于看护人可以同时注册和使用ESP和TTS系统 现在该看护人为目前工作周保存的总供需为15个小时 受看护人可以用一种方法批准供需单 然后选择用另一种方法批准其他供需单 例如 对于A部分的供需单 受看护人可以使用ESP批准看护人的供需单 对于B部分的供需单 由于受看护人可以同时注册和使用ESP和TTS系统 因此受看护人可以使用TTS系统批准看护人的供需单 看护人和受看护人注册ESP的步骤很简单 为了注册 看护人和受看护人需要输入一些用户信息 例如他们的姓名和出生日期 他们需要输入自己的看护人编号或案例编号 输入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 并且需要设置用户名和密码 为了注册TTS系统 看护人和受看护人需要输入一些用户信息 例如他们的注册码 注册码是一个六位数的数字 看护人和受看护人的注册码具有唯一性 这可以增强安全性 注册码可以保护看护人和受看护人的身份 确保只有他们可以注册自己的账户 注册码邮寄给看护人和受看护人 看护人和受看护人还需要提供以下信息 输入看护人编号或案例编号 以及他们的出生日期 系统确认看护人和受看护人的身份后 他们需要设置密码 密码是一个四位数的数字 看护人和受看护人 每次登录到TTS系统都需要输入密码 下面是ESP和TTS系统的一些优势 付款速度更快 如果有直接转账 看护人获得付款的速度更快 避免邮寄耗费的时间 以电子方式提交公时单 避免邮寄公时单所耗费的时间 没有邮资 以电子方式提交公时单 不需要买邮票来邮寄公时单 减少公时单的错误 以电子方式提交明确清晰的公时单 提醒看护人避免违规 在输入公时单的时候 看护人将收到有用的消息 公时单必须签名后才可以提交 ESP和TTS系统 要求以电子方式签署公时单 然后才可以提交或批准 下面是关于EVV的一些重要事实 看护人不需要每天多次签到 签退 以及 不使用GPS跟踪 EVV不改变受看护人获得服务的小时数 看护人的工资按总工作时间计算 而不是按开始时间到结束时间的时间计算 由于公时单的提交和批准流程是以电子方式完成 因此看护人获得付款的速度更快 和现在一样 在几次看护人对手带消逐忍 至少 正在用心经济内迅速决需要将行为 看护人的继续 然后 以往 反正方式 再重新决一较 以往 自会 的